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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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多位寿星一起唱 生日快乐歌还切蛋糕同欢 这里是新北市五谷的宪兵训练中心 蒋万安特别准备了艺男们最爱的素食餐点 为大家加油打气 笑称自己是代表家属及女朋友们来绕军的蒋万安 鼓励大家珍惜福音的时光 学习军中纪律培养哀国心 锻炼体魄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为接下来的人生做好准备 我想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对大家未来人生的旅途上面 会是非常难得的一段历练 同时各位也可以看看前后左右 你们的同机 未来都有可能是你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朋友 同时我相信这段期间各位不管是接受严格的训练 以及各位同胞之间彼此的相处互相扶持之间的互相扶持 也会让你们在军中所体验到的大小事情相关的趣事 会是你们一辈子讨论共同的回忆 有跟女朋友联合吗 有 这最重要 除了关心艺兰的生活饮食及训练状况 蒋万安也分享北市府推出的一纸庭理专案 期盼透过直来咨询及异闭职能培育课程 帮艺兰们提升就业技能与竞争力 接训后能顺利进入职场成家立业 我们兵议局以及劳动局一直以来有相关的计划 不管是一直提拟艺南职业辅导服务 透过职业的咨询以及相关的培训计划 也够让各位顺利地进入社会 找到工作 能够无缝的行亲 我想这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的责任 蒋万也感谢宪训中心各级干部 对北市一南的照顾 期盼藉由严格扎实的训练 让北市子弟在服役期间 成为国防最坚实的后盾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